Hello,大家好, 现在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短一点, 但是很贴身很及时的一个分析, 就是怎样呢? 大陆那方面的外长王毅, 这段时候急急脚,做什麽? 去访问日本和韩国, 但是大家發觉没有效果的, 去之前已经知道没有效果了, 但是为什麽都要去呢? 所以跟大家讲讲, 小小的看到由小建大的一个棋局怎麽玩呢? 先看看大背景, 大背景就是说现在美国会继续开展西方盟友, 日韩虽然是在亚洲,但是都是西方阵营, 既然美国是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大陆那方面又要做些事情, 不然就是外交失衡了。 所以在这麽大背景之下来讲, 西方有西方的合纵联横, 大陆又要搞大陆的合纵联横, 早前的RCEP就是区域的经济协定等等, 除了东盟10个国家之外, 中、中、日、韩、澳、楼五个加上去, 变成了10加5成为RCEP了。 但是这个RCEP是经济上的联合而已, 从来很少关于政治或者外交更无军事上面的联系。 美国现在的态势,无论是特朗普过去4年, 或者特朗普未来拜登也好, 他的合纵连环肯定是很阔的。 好了,王毅就要去, 在一个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即使预计是徒劳无功的,都要去。 所以王毅这个变成了一个书童, 什麽叫书童呢?背书之童, 即是背,主席是这样讲,中国是这样讲, 他现在背书之童去了,都很惨的,老实讲, 明知道做不到事,如果突然间不知什麽事, 出事来讲,就更加不好了。 好了,讲了大背景, 接着我们看实际的结果, 与之前的预期,基本上没有什麽大分别, 是没有积极的效果, 不要说没有效果, 或者不要说没有结果,结果就是没有效果了。 好了,先看看去日本那裡, 去日本那裡来讲,事后双方公开的消息, 就是很多例行公事而已,例行公事包括什麽呢? 用他们那些官方的讲话, 他说建立真正互信, 这个大陆对日本要求, 建立真正互信, 建立互信是互信, 为什麽又真正两个字呢? 即是过去那些又不是真正,是吧? 这是国际惯例, 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哪有真正互信的? 你现在都说公仔或出场, 即是说中日之间是没有互信的, 讲出实情。 好了,第二句说话就是妥善处理, 敏感问题,包括什麽呢? 当然是钓鱼台, 现在朝鲜半岛局势等等, 但是这句又是官话来的。 好了,第三句就是全方委合作, 你不是已经讲了很久了? 全方委合作这句真是空到不空。 好了,跟住加快自贸区建设, 即是怎样?你不讲,你正在做的, 只不过速度快不快而已。 所以从官话角度来讲, 这些全部是例行公事的表达。 好了,我们看看还有什麽潜伏在那裡, 还有一些不是公开碰撞, 但是仍然是讲不通数, 以至是没有效果的。 第一件事,必须要看到, 就是日本三个官员, 连续三次是讲香港问题。 你对香港的四个议员这样DQ法, 国际上又有联合的声明, 就是说你要恢复这四位议员的位置。 而日本,它过去很少就香港问题, 是独立發声的。 即是独立是日本官员自己發声的, 但今次王毅见三个日本高官, 包括菅义伟手上, 每个人都有直接去提香港问题, 你要怎麽怎麽解决。 好了,王毅当然没有声出了。 好了,第二个,就是讲钓鱼台了。 钓鱼台日本方面提出, 就是中国希望你一个积极行动。 即是积极行动怎样呢? 现在大陆在钓鱼台附近来讲, 是起一个干扰性作用。干扰性作用, 即是说来不中,有些船隻, 渔船也好,公务船也好, 进入钓鱼台周边12海里范围。 这个做什麽呢? 就是显示中国的船隻进入这个范围, 是显示主权。 虽然进去可能有几天翻新出来的, 大陆那方面亦都希望常态化。 老实讲,国际上我不否定这些东西, 即是等于在大陆的眼中, 就是外国船隻进入南海范围, 中国画出来的九段线。 外国不骚你,照过, 大陆只是表态。 等于现在中国的船进入去钓鱼台, 12海里范围, 日本又说你要走等等。 大家去到关键的时候, 就以实力来解决问题了。 这个是国际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你现在去到那裡, 别人就听说你要积极, 对钓鱼台问题有回应。积极是怎样呢? 我想像得出来的, 在日本角度的积极是, 你不要再派船进来, 你派船进来就讲,你就不积极了。 如果更进一步的, 在钓鱼台问题的善术方面来讲, 你是不是要收下, 这个是日本的角度。 在大陆的角度当然不会, 在大陆的角度就是, 钓鱼台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也是基于表态的。 所以,我估, 我估,大家不妨可以观察, 在未来一段时候裡面, 大陆的船隻进入钓鱼台12海里的范围, 相对会收敛。 所谓相对会收敛,就是次数少一些, 不是连群结队去, 或者只是民间船就去一些。 为什麽呢? 就是王毅既然去日本, 都是希望缓和一下中日的关係, 然后让日本不要那麽痴美国, 再透过RCEP, 将日本拉进去15个国家裡面的区域经济, 那个协定裡面, 就软硬兼施。 如果你这段时候, 别人讲完了,你要采取积极行动, 你仍经常或者加密在钓鱼台附近的活动来讲, 你就凶凶更凶, 即是凶凶如也的凶, 跟着就是凶,凶恶的凶。 两样来讲,你怎麽去搞好中日的关係呢? 所以无实跡转去其他地方了, 南韩,去到南韩第一件事, 成为了国际新闻的焦点是什麽呢? 不是王毅与文在寅见面, 而是王毅与南韩的外长, 康经和,见面的时候迟到25分钟, 这个才是全世界当花片新闻,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国际上那麽重要的活动, 你竟然迟到25分钟? 现在所掌握的资料裡面, 未有解释的,中国未有解释的。 如果中国又未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之下, 迟到25分钟, 那是什麽呢?任人演绎的, 人家可以说你不重视这些, 或者你侮辱人等等, 是不是呢?关键别人怎麽解释的? 好了,现在有待去找出原因, 你说南韩塞车,责任在南韩, 你敢不敢这样讲?我不知道。 总之外交场合这些一分一秒都计得相当准确的, 我举一个实例,当年国民党连战, 去大陆跟胡锦涛握手所谓国共第三次的接触, 当时要隆重其事, 胡锦涛一直站在那裡, 但是按双方的剧本, 胡锦涛又不会做得太书专降季, 来迎接你这个国民党老的敌人。 当时互相设计就是连战那辆车去到那裡, 有人开到的, 去到那裡,连战下车未, 连战走入大会堂未,去到那裡, 然后大家互相通气, 一分一秒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然后进入房间的时候, 之前就告诉胡锦涛身边的人, 他已经去到那裡, 然后胡锦涛适当时就向前走, 如果大家看那套片或照片, 你便会發觉连战跟胡锦涛见面的时候, 那个红地毡很有趣的, 那个红地毡有十字形的, 即是说, 本来你红地毡一条直接去到主人家位, 够了隆重了, 但是他们的红地毡是一条直一条横, 中间有个十字位, 为什麽呢? 就是大家双方都计准了的时间, 连战踏入去, 即是踏入去会场, 胡锦涛在哪个时候走出来, 双方刚刚走到那个十字位裡面伸着手出来, 其实当时还设计了, 未走到那个十字位, 双方已经伸着手出来, 一致地向前走, 这个代表重视尊重对方, 要做个气氛出来, 所以你说这些这样的场合, 一分钟一秒钟都要清楚, 为什麽今次王毅迟25分钟呢?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只能够将我们过去采访一些经验放出来,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可以看今次王毅去完那边之后, 又是无实质的,去完韩国, 我又讲回真华社大吹大雷, 十项共识搞定了, 我看好那十项共识, 大部分最低限有九项都是经贸的, 有一项是讲到中日、中日韩, 讲外交的框架,唯一一项, 其他那些十项, 其他那些包括什麽呢? 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落实, 又是经贸的?又是第二阶段, 即是不细新东西, 是第二阶段即是旧东西来, 只不过一个扩大版而已, 好了,跟住就说, 两国是在共同抗疫上面努力, 抗疫?你不讲你都要做的,是吧? 现在就变成十项共识, 这些是否真的无端端拿来贴金? 好了,第三,我随便举, 成立中韩两国的发展委员会, 咦?这样又算是共识? 如果是这样, 你成立一百个, 便变成一百个共识, 是吧?所以这些来讲, 又是堆砌门面, 好了,跟住还有就是说, 中韩两国早日出台, 经贸的联合规则, 即是怎样? 跟刚才讲的那些什么成立发展委员会, 自贸协定第二阶段,有什麽不同? 可能是名堂不同了, 堆砌多一件事出来, 跟住就是说, 中日韩三边的经贸协定要早日尽快搞定它, 即是讲了就等于什麽? 是吧? 所以我一直看下去来讲, 我就尝试去想想究竟怎样才能体现到, 王毅去访问南韩是有成绩的呢? 我想来想去想到一件事, 但是没有出现的, 是什麽呢? 南韩日本以至美国是很关心 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是吧? 如果不是,在2014年, 美、日、韩不会去谈军事情报的联盟,是吧? 跟住他们自己之间, 美国跟南韩,美国跟日本不需要签安保协议, 安保那个条例, 他们很担心北韩那裡, 在大陆的直接或间接的协助之下, 就發展核武, 所以如果大陆答应,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裡面, 都有积极有所作为去防止出现核子危机的, 这个才是实质来的, 但是今次王毅去到南韩, 有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没有,连碰都没有, 更加不会在那十项共识裡面, 你在这个问题上显示, 大陆仍然要利用北韩, 不单止作为一个cushion, 还要利用北韩作为一个, 譬如好像发炮,射手枪, 射手枪后座力,要两只手持着, 有些人浸在那裡, 浸在那些实物、桌子等等, 你就瞄得准一些,是吧? 现在可能北韩是防震, 或者以致要出击,向外射子弹, 是一个木头来的, 所以我看勻了, 无论南韩那方面,我拯救那边的朋友, 他说今次没有讲朝鲜半岛无核化, 那就是没有了道,是吧? 所以短短的跟大家讲讲, 王毅的出访, 它只是基于一个国际战略平衡, 希望能够平衡现在美国西方的 综合合纵连环, 但是效果有多大呢? 这个就真的好似我之前所讲的, 就是空到空飞弹了, 飞弹射出去未必伤到人, 但是维持一个姿势, 这样也要的,是吧? 好了,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短短的话题了,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